风轻扬不杀 东方不败 为何却在最后杀了任我行 答案很简单 尽管金庸留给风轻扬的笔墨不多 他只是借着风轻扬这个角色 让灵狐冲有了一场奇遇 从而练成了那门破尽天下武学的剑法 然而通过金庸留在《笑傲江湖》里的设定来看 风轻扬的武功修为并不在东方不败之下 原来灵狐冲的悟性极高 但他仍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死即硬背 这才将独孤九剑的招式寄于心中 在灵狐冲即将走下四过崖的时候 风轻扬说道 你纵然学得了剑法 倘若使出时剑法不纯 毕竟还是敌不了当事高手 此刻你已得到了门禁 要想多胜少败 在苦练二十年 便可和天下英雄一较长短了 以灵狐冲的资质勤学苦练二十年方有成就 可见独孤九剑的确博大精深 艰色难懂 可风轻扬在传授灵狐冲剑法之时 他却能将独孤九剑的种种奥义变化和盘托出 还盗出了独孤九剑的精髓 在于料敌击线 有禁无退和无招 胜有招 笔者认为 风轻扬姐有可能早将独孤九剑烂输于胸 最后一事迫弃式 也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 奇怪的是 风轻扬为何不走下四过崖 潜入黑木崖 将魔头东方不败一剑赐死 东方不败修炼葵花宝典多年 他的出招速度以及身法 都到了如鬼如昧的可怕境界 那时任我行带着向问天 任盈盈 灵狐冲等人杀进了黑木崖的后花园 以任我行的判断来看 自己改良过的西青大法配合 灵狐冲的独孤九剑 对付一个东方不败绰绰有余 但任我行最后 也发觉自己低估了东方不败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们都清楚 东方不败凭借一枚绣花针 刺得任我行 灵狐冲等人浑身是血 要不是任盈盈集中生智 偷袭杨连婷导致东方不败分神 黑木崖将是群雄的埋骨之地 东方不败虽然强得可怕 但风青羊一人就能置东方不败于死地 不过风青羊为何自始至终 都没有出手击杀东方不败 继而为民除害 造福武林 原来风青羊当年被轻柔的一烟花女子 骗到了千里之外 华山派的弃宗高手们趁虚而入 将剑宗一脉杀得七零八落 风青羊上当之后懊悔莫及 心灰意冷的他 宁可孤苦伶仃地 躲在丝过牙的山洞里度过余生 也不愿再卷入到江湖中的 世事飞飞里去 不过该怎么解读 风青羊在最后击杀任我行的举动 在笑傲江湖的末尾 向问天突然造访梅庄 通过任盈盈的说辞 林胡冲得知了一件事 那就是任我行死了 原文写道 那日在华山昭阳风上 你下风不久 我爹爹忽然从仙人掌上摔了下来 向大哥和我接住了他身子 只过的片刻便急断了气 那 那有人暗算他老人家吗 尽管任盈盈 想问天将任我行之死 归结于年老体率 和攻打五岳剑派耗费心血 但以任我行的功力 他怎么会突然从朝阳风上摔了下来 锦庸的言外之意非常明显 任我行当时率领较重 攻打华山派 华山派自岳不群死后 早就一蹶不振 如何能抵挡得住 任我行的三招两事 但你可别忘了 华山的四过牙上 隐居着一位绝世高手 他就是笑傲时代的武林 至尊风青羊 可以遇见的事 就在华山派即将毁于一旦之时 冯青羊挺身而出 他使出独孤九剑的破气势 刺中了任我行 任我行 一声大叫之下跌落悬崖 就此绝命 冯青羊不去击杀东方不败 为何却对任我行痛下杀手 答案很简单 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 冯青羊早年被江湖的耳鱼 我炸搅扰的身心疲惫 他不愿再卷入到江湖的纷争之中 如此一来 冯青羊又怎么会走下华山 潜入黑木崖 和东方不败大打出手呢 值得一提的是 冯青羊虽然退出了江湖 但他仍心戏华山一脉 否则不会选择在华山的 思过崖里隐居 于是当任我行 率领教众攻上华山之时 冯青羊会出手 就变得合情合理了 正是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